今天的书卷就是雅歌 也就是我们诗歌智慧书的最后一卷书 它是用诗歌的题材所写的 而且它称为歌中之歌 就是说所有美的歌里面它是最美的 那么雅歌呢 因为它是一卷情歌 《情诗》里面所写的内容是关于爱情 所以它就备受争议 因为它里面不但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 而且描述一个女子的美貌 写得非常的露骨 所以就另一些可能没有结婚 或者一些境迁的信徒 就要难接受 为什么会有这一卷书放在圣经的经典里面 而且当中根本没有提到上帝 但是我们如果从旧约的历史 犹太教的拉平都是接受雅歌成为犹太教的经典之一 那么基督教也是把雅歌当成圣经经典的其中一卷书 但是他们都是用郁郁的手法来看雅歌 雅歌是描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把这个雅歌里面的关于人间的爱情的描述 当成是一种郁郁的写法 所谓的郁郁就是说 比如我讲一个难来的故事 难来了难来了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虚构的 不过故事内容是有一定的教导 有一定的道德教导 用来讲给小孩子听 所以郁郁就是说 雅歌里面的内容不属实 它只是一个一卷为了教导的书卷 是偏制的 虚构的 这个叫郁郁 有些基督徒者 犹太教的信徒 他们也把 可能就是 不是对不起 基督教的人士 把雅歌当成是御表 那御表跟御印尼是相似 等一下我们会 比较详细的讲 御表就是说 跳出 它这个文字的描写 来讲到基督对 人的爱 我们的确 其实从旧御的圣经里面 可以找到 几处是描写 关于上帝跟人的爱 就好像婚姻 就是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 上帝与以色列民之间的恩爱关系 比如在 以赛亚书54章5到6节 这段经文说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战夫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必称为全地的神 耶和华召你 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 所以他用妻子来描述以色列人 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 这是以赛亚书54章5到6节 那么其他经文 比如耶利米苏2章2节 也是有类似的 他说 你去向耶路撒人的耳中喊叫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 温应的爱情 你怎样在逛野 在未成跟踪之地 跟随我 我都记得 和西亚书2章16-19也是有提到 如果来到新月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3章29节 有类似的比喻 说 娶心夫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 这样子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甚欢喜 故此我也喜乐满足了 约翰福音3章29节 那么哥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取配给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同女 献给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新月也是提到 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我们也不排除 的确 有可能在雅各书所要表达的 有可能也有这种预表性的 因为在旧约其他经文是很清楚 预表和这个婚姻关系 就是上帝与人的关系 我们也就是因为在过去 犹太教或者基督教 以这个郁域的角度来看雅各 所以才会保留这本雅各 不然的话他们早就把这个 雅各书把它删除了 但是今天的现代的学者 都已经放弃了这个郁域的讲法 所以我就进一步的来解释了 五个讲法 犹太人有一个规定 年轻的男子如果不到三十岁 是不能够读雅各 那么雅各就像他的书名 歌中之歌 所以他是看为会幕中的至圣所 就每逢一月节的第八天 犹太人就会唱这首爱的诗歌 就是歌颂一月节的羔羊 怎样审民救赎 什么叫郁域的说法 刚才我说郁域的说法是 认为雅各的内容不属实 只是一个虚构的 那么这个的解法是 流传的很久很久 应该算是最长久的一个解读 雅各书的一个解法 那么尤其是犹太的一些学者 比如 哈勒木 哈尔根 这些都很出名的 他们都是认为 雅各应该用郁域的手法 在基督教界里面 在过去 都是用郁域的讲法 那么 预表法呢 预表法 我们就是说 承认里面的内容是属实 比如说里面有提到 一个男子跟苏拉蜜女的爱情故事 预表的解法呢 承认这个历史性记载 那么在 从这个历史性的记载里面 跳出来 有一个隐身 一个预表 旧约很多的预表 比如摩西 祭打磐石 这个磐石可以预表基督 那么我们说旧约 所献的这个 献祭的羔羊 这个羔羊可以预表基督 因为基督就是 今天钉在十字架 为我们舍命的 戴罪羔羊 在旧约的 大祭祀 也可以预表基督 因为按照西伯来书 基督是 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 做祭祀的 他是按照麦基西德的 系统来 当祭祀 他预表基督 还有很多 就新约没有提到的 比如说拉赫 以色列的叛子 藏在屋里 那么有一条红线 来做记号 这种新约没有提到的 一些小小故事 有很多人也看成 这些小故事呢 也在预表基督 所以其实 的确我们可以肯定 旧约的记载 或者人物 是很多是预表基督 所以我们不妨 所以我们不妨也可以看 雅各 他的故事 男主角是真实 历史人物 他也是可以预表 基督对人类的爱 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个一个 解读的方法呢 就是 戏剧法 在19世纪 中叶以后呢 预意的方法呢 已经开始 不用了 那么大多数 的人开始用呢 就是用这个 所谓的 戏剧法 那么戏剧法 其中一个困难就是 到底在 雅各书里面是 两个 主角呢 还是三个主角 这是两个主角的说法 就是 索罗门王 娶这个村女 苏拉密 为妻 就是两个主角 然后三个主角就是 这个女子呢 爱上一个牧羊人 他们是情侣 但是呢 索罗门呢 是第三者 他用钱要买 这个爱情 索罗门变成 恶困 因为在雅各书里面的内容 你必须要猜这句话是 男主角是谁 女主角是谁 是因为他没有写 谁说话 谁说话 所以都是用猜的 所以 这个 西区的法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第四个方法呢 解读雅各书的方法 就是用礼仪的方法 因为他们看到 雅各可能是源自于 巴比伦的一些的文学 那时候 巴比伦 甚至神 叫做 阿默斯教派的 是东方神秘自然的宗教 他们有一些的礼仪 在雅各里面 有出现的一些 异教的礼仪的用语 比如 酒 油 香料等等 作为祭品 这些的象征的用语呢 是在表达 他们正在进行一种 每年产生生之力的神圣 婚礼的一个描述 但是我们 我们都不能够接受了 这个礼仪的讲法 最后一个就是文学法 是大多数 现在的学者 所采用的 文学法呢 也就是字意 就是说它是 它表面的字的意思 怎么写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它没有所谓的 御御 或者御表 就是忠于 我们忠于它的文字的写法 是文学的写法 所以雅各 从这个角度说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诗歌 这个诗歌 它是用文学的技巧 来表达爱情 这首歌跟一般的情诗是不一样 因为它隐藏了基督教的价值观 教导我们要忠于爱情 所以也是属于神的末世 不是属于色情的文学 而是有神的启示的爱情文学 教导我们怎么看待人间的爱情 所以雅各就是这样的一本诗记 谈到两位爱人之间的情感 尾声和怎么样的挣扎 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学的 具有了这些的 情爱的元素 来正面的去看 有些人不敢看 因为太多的这个 情爱的色彩在里面 牵涉了一些道德的问题 我们就很多传统的学者 都是用郁郁的方法 把它回避了 或者把它掩盖了 但是我们如果用文学的角度 去理解的话 这些都不用掩盖 因为爱情是神所许可的 是给人间的一个美好的礼物 所以我们需要正面的去看它 我也是接受这个文学的做法 但是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 我除了接受文学的解法之外 其实我在某一个程度 我也接受郁郁 跟或者预表 因为圣经 在提摩带后书讲到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者 教导人的学义都是有益处的 所以我就想 神教导 第一应该是 教导他的百姓 但是他的百姓呢 有一些是没有结婚的 像保罗 我想像保罗怎么教导他的 耶稣的跟随者 关于雅各呢 如果那些为了天国守独生 或者为了什么原因守独生的 那么变成雅各对他来说 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比较偏向文学的法 但是我也可以接受 郁郁的讲法或者预表的讲法 我们可以从 郁郁跟文学法 他们的分段 可以做个比较 郁郁的法呢 就比如说 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 到二章第七节 它的标题是 可目主 从可目主到内似的香蕉和满足 而文学法呢 就照字面来解 第一章呢 就是结婚前奏 就是说谈恋爱的时期 从谈恋爱 到回忆他们相爱的那段时光 到他们结婚那一夜 过后就有亲密的关系 过后迈向成熟的婚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按照文字的解法 所列出的标题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在现代的意义 我们看到很多性泛滥 还有离婚 再婚 很多家庭的问题 基督徒就有这个责任 在重读雅各的时候 可以在一次的明白 婚姻的关系 怎么样维持 婚姻的圣洁 婚姻的忠贞 还有怎么样的 达到身心灵的合一 在婚姻里面 在所有的圣经书卷里面 没有那么露骨的去谈 婚姻的问题 但是在雅各尔里面 再一次能够比较详细的 深入的去教导这方面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